3月3日 由青年电影手册主办的 201华语电影金扫帚奖 在京举办颁奖里 与以往电影类奖项有所不同的是 金扫帚所评选的是过去一年中 华影影坛公认的烂片 最终 松红雷张博之两位影视红星 摘得影帝影后的宝座 而广受好评的金灵十三差 居然也被评为年度最差电影 着实让人意外 金灵十三差又一次制造了 政治和商业的魅俗噱头 把大屠杀的教堂变成情场 把民族创伤记忆变成了床上记忆 把政治叙事变成身体叙事 把血色战争变成桃色新闻 把苦难题材变成牟利工具 这种大义凛然的情色爱国主义 是一种价值取向的严重错误 演技不受认可 作品不受好评 对谁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在当天的颁奖礼士上 没有一个明星 是亲身前来现场领奖的 已经预想到这种结果的主办方 也事先安排好了工作人员 假扮明星一个个的上台 在尴尬的戏份中 金扫帚被一一颁发 酷了娱乐北京报道 也是你们这种相顺这种 semaines 两个诈内容 enfin 鞋成